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新闻台 好 国际焦点 我们今天持续关注 尾巴冲突 彭内视国际中心记者 彭惠云 惠云早 主播早安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惠云眼前这些冲突 我们听到很多人 发出的呼声 就是赶快停 赶快停 那么这件事情 以色列官方 现在到底有没有个说法 还有就是怎么会 埃及也传出有炮火 就是什么状况呢 惠云 好 我们先说 这个以色列这边呢 在于他们的坦克 好像是误极了 在加萨走廊这边的 埃及的军事阵地 所以目前传出说 以色列军方 已经对此表达遗憾 而埃及这一方呢 则是传出有多名的士兵 是轻伤 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只是有这样子的 误极事件也传出 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当地的状况 还是相对混乱的 尤其在这几天 我们已经听到了 以色列军方呢 他们是扬言要对加萨走廊 扩大他们的空袭 整个密度会更加的加强 更加的频繁 所以导致于在加萨这边呢 相对于在这几天来说 状况可能会比上个礼拜 更为的惨烈 因为传出说在加萨北部 有一座甲巴利亚奈民营 这里就遭到空袭 造成了至少30名的妇孺残死 而且在加萨这边 还有两座医院附近 也传出是遭到空袭的 那么以色列军方 他们表示说 现在他们会对哈马斯的作战 是更为的激烈 他们也说这个战线 可能不是短时间之内就可以结束的 这个战争可能会打一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 打到最后面 哈马斯完全不见为止 这就是他们以色列军方 所定出来的目标 好 现在传出说 以色列在这种加大空袭的前提之下 他们还是不断的 对加萨的民众空飘传单 这个传单之前是说要他们赶快撤离到南部 但是现在比较有一种警告的意味 是说如果你不撤离南部的话 你可能就会被视作是哈马斯的同伙 意思就是你也可能会遭到 以色列的军事袭击 这就是以色列对于加萨民众 他们所寄出的警告 同时也可以看到 在加萨走往这边 甚至传出了这是以色列军方 还有哈马斯的第一起的地面交战 这个是哈马斯里面的军事分支卡萨姆里 也就是这一次主要对于 以色列发动突袭作战的这个军事分支 他们说在加萨这边 和以色列军方爆发了直接的地面冲突 那么他们宣称他们的结果是说 这个哈马斯是击退了以色列的军方 以色列军人是弃坦克而逃的 不过以色列这一方的说法 只是说他们两方有交火有开战 那么以上是掌握到关于在以色列 还有加萨走廊这边的最新情形 好 看起来以色列态度相当强硬 那么这就让人担心 目前中东地区周边国家 都还是劝和平和平停火 可是持续下去的话 特别是伊朗会不会也卷入战事 就是一开始冲突一开始 大家就很担心的是 那么现在伊朗的状况又如何能会晕 好 其实伊朗在这里面的角色 是更为的复杂 因为第一他是哈马斯 长期背后的资助者 那么现在就是要担心说 其实变相来看 这个哈马斯也等于是伊朗养出来 要来对于以色列发动 最直接攻击的一个武装团体之一 那么现在哈马斯的作为 伊朗能不能够控制得住 还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现在就传出说 有伊朗开始担心说 他们未来的角色会要怎么样的来走 因为如果他们做出更激进的行为 也就是说对于 如果说是直接参战 对于以色列发动攻击的话 那么的话场面会更难以收拾的 因为以色列最直接的盟友就是美国了 所以如果他们对以色列 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也形同是对美国来宣战了 所以如果说伊朗这么做的话 那当然会让冲突更加的扩大 那这是各方不乐见的 但是如果伊朗又太退缩的话 那势必也会让人怀疑说 伊朗是不是指一个只说空话的指老虎 这样子的作为 所以变成说伊朗他们现在要如何善后 也是一个两难 甚至现在传出说伊朗的外交部长 有来和哈马斯的领导人之一哈尼耶 来进行了电话热线 那双方谈的就是要如何阻止以色列 继续对加萨走廊进行残暴的屠杀 但是外界只知道这么多 因为对于这样子的通话 内容并没有对外公开 所以也根本就不知道伊朗跟哈马斯 会采取什么样的作为 不过据了解说现在伊朗的领导阶层 有达成一个共识说 他们就是要用这个 在北部的真主党这个势力 来对于以色列做相当程度的牵制 而这个也是我们过去 一两个礼拜之内都看到的 还有一点就是说 他们有达成一个目标 要对美方的目标 来进行低限度的攻击 这个是传出说 伊朗的外交领导人阶层 有传出他们制定的共识之一 就是现阶段要用这样子的牵制政策 来影响以色列的共识 好 谢谢惠云带来的几个 最新讯息跟发展 谢谢 谢谢 好 那么刚刚在分割画面当中 我们也看到加萨不少地方 现在炮火没有停 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只不过以色列 其实又有地方受灾惨重 像是港城阿什克隆 虽然有铁充系统阻挡部分火炮 港口运输还是被炸到几乎中断 而这里的歇业店家 现在也将近九成 一听到警报声 对他们而言已经习以为常 全部躲进超市避难 表情非常无奈 两个礼拜天天轰炸 警报声又响了 没有一天是安宁的 几乎九成的店家都关闭 这间超市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只能跑到这里补齐粮食 频频受到袭击 造成居民莫大的阴影 很多人没这么幸运 只能靠自己躲避袭击 目前已经有1200枚导弹 瞄准阿什克隆 其中200枚没有被拦截 直接命中目标 而这里是以色列地中海沿岸大城 港口运输也几乎中断 车全被烧得焦黑 甚至有些只剩下骨架 地面一个一个凹洞 随处可见都是被炸毁的 趁着相对安全的时候 清洁人员到街道协助整理环境 家不是家 到哪里都不安全 很多家庭被迫离开家园 能躲过一劫是幸运 随处都能闻到火药味 地面都是碎片 店家亲眼目睹 自己的店被炸毁 以色列居民想恢复家园 但随着以色列军队和哈马斯 持续护红 要停止战火 恐怕还要好一阵子 TBN新闻正好报道 那么进一步的观察跟解析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中华亚太安全治理学会的 廖天威博士 博士早 现在大家期盼和平了 可是美国总统拜登 没能跟中东其他国家领袖见面 倒是埃及在上周末开了个峰会 那么这个峰会有什么成果吗 博士 是的 这场在埃及当地时间 10月21号所召开的峰会 表面上看是联合国 跟埃及的总统部的主导 所以包括联合国民主党 古特瑞斯还有埃及总统 跟各国的政要都有参加 甚至包括很多中国大陆 像有一些国家 主要的国家 英美国家都有派代表出席 但是我们也看到 就是在这次峰会里面 它已经结束了 其实主要的四方 就是包括美国 以色列 阿玛斯和伊朗 其实并没有派出代表 所以在整个会议开完了以后 既没有地体的攻势 但也没有和平的进展 也没有发表会后的任何声明 所以国际之间就一直认为 这场峰会开的好像没有结果 也没有 所以现在其实没有帮助 因为我们看到 从国际媒体所显示出来 现在疑巴之间还在交火 甚至上礼拜曾经发生 加萨南部的一个医院 遭到不明的炮弹起动 那么现在各方都在调查 可能西方媒体也有一些 具体的进展 当然也包括伊巴之间 还有空中的这些像火箭弹 或者防空火箭在交锋 所以那当然各方也在猜测 就是以色列现在会不会 具体追踪地面战 现在看起来以色列重兵 大概有36万的地面部队 在加萨的周围集结 如果以战事上的用意来看 它大概就算是部队集结 但是还没有通过攻击巴之间 但是以色列从总理到国防部长 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发言人 都不断地警告 地面公式即将展开 我们从今天早上 最新的形势也可以发现 他们也真是这场战争 不会在一个月两个月就结束 但是我们也晓得这个也不会 是一个今年累月 出了很久的战争 因为以色列讲究处战数字 同时哈马斯的攻击 也是来得气快又猛 虽然过去两年好像比较少听见 但是它是被国际其他的大志 分割了注意力 所以以巴之间 其实并没有中断博火 当然哈马斯这次也被 阴谋论所指的伊朗 背后有支柱 或者是有一些武器的援助 当然国际界也分析 伊朗现在的角色会不会尴尬 就是把自己也拖下去 那么可能如果说周围中中 阿拉伯国家也没有那么大力的 加入这个战争 或者是挺哈马斯的话 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又另当别论 我们现在也看起来 以色列好像也分两三线作战 它不只是对伊朕巴嫩 也对希利亚 对约旦有发动攻击 那么同时这个埃及的态度 虽然它站在一个 好像看似希望组成和平的角色 但是这个情况也很难说 那么美国会不会被 伊朗之间的战火抽入战局 那么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焦点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要调整 大家都说要降低冲突 都说要推动伊朗停火 看下来确实应该是 这个努力大成果的 因为他们还处于这个热战的阶段 而且表面上看这个跨国主持 包括联合国 欧盟 北约 这些组织的态度 应该是固承这个伊札之间 可能有一些灵火的一丝曙光 表面上是如此 包括人道主义的援助等等 但是这些背后可能还是大国的态度 包括美中俄这些国家的态度 那么这个时候中国态度也很值得玩味 它算是有点保留 虽然表面上 口面上它也真是 但实际上真的真实态度是如何 还不是很清楚 所以现在看起来 包括欧物战争 包括沙古地阿拉伯 跟伊朗还有黎巴嫩 跟以色列对立 这些议题都还存在 那么美国大力 从以色列它有两个航空间战斗 已经在地中海部署 那么同时也真是要给 以色列更多的根源 那么各国都坚持了 这个总巴勒斯坦的示威 包括针对各国政府的软弱 或者是就是重刑巴勒斯坦人 甚至各地有一些这个治安 或者是恐攻事件 都有连过来 那么现在这样看起来 好像这个自私一分 中共的议题还是难解 那怎么办呢 我想可能长远来看 要特地解决问题 这种历史 宗教 种族 文化之间的疏远 的确是难解 甚至可以说是无解 但是进程来看 还是应该要以推动平火 还给这个双方的这个租民 一个一个和平的空间 那么甚至是主张要做一些 欧洲的处理 降低冲突还是第一要务 那这个可能还是要回到 各大国之间 他们的实质态度的本身来看 眼前大家是盼望至少有个特效药 那么蛮特别一件事是美国日前 一起凶杀案 现在好像FBI也介入 而且再三强调说 那个不一定是反犹太造成的 有可能是其他原因 看起来是希望灭火 不希望美国民间 这种感觉分边站的情况 越来越重 不过在其他地方 之前已经传出有一些 掺杂了宗教跟种族情绪的凶杀案件 那么未来在这样的情况 暂时还没有解决情况之下 未来这一阵子 我们会不会有可能看到 这样所谓误差别恐怖攻击 越来越多呢 博士你怎么看 其实正如同主播所说的 这种因为特定的议题 比方说种族宗教 或者是历史的祝愿 所造成的这个罪利跟罪犯 它会引燃 会引燃一些所谓的反社会人格 或者是一些 可能是被形容为所谓的 不差别式的攻击 都有可能 所以这样看起来 虽然主要两个目标国家 现在是这个 以色列跟尼马斯 恐怖组织之间 但可能包括 尼巴嫩真主党 幕后 甚至伊朗被怀疑是黑手 但如果再扩大一点来看 就是各方所拍摄的 这种代理人士的 那么会不会后面 有更大的阴谋 或者有更大的集团 这也很难说 所以这种 已经在世界各地 包括刚刚提到的在美国 甚至在法国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都有发生这种 所谓的个人事 但是也是造成 相当伤亡的一些 攻击事件 会不会点燃 无差别式的恐怖攻击 甚至在世界各地 冻地风火 到处无遇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恐怖攻击 它本身就有不定性 那么现在世界各地 都有所谓的 或者反 的队力跟队抗 各国都有 包括英美国家 欧洲大陆 在亚洲 在美国都有 甚至我们在看到 美国国内 也有很多 这个停 以色列或者停 巴士坦 当中的最危 坠地都有 那么中途可能 还有扩大的局势 当然是可能 随着中中战场 所以会使得 这样的局势升高 但是也有可能 处理得当的话 它的确是有可能降温的 那就是要看处理的 这个走占目的 用的方法 是不是正确了 如果处理的不自当 如果反而加急的话 那是有可能的 我们记得在 2001年9月1事件 发生的情况后 就是正式 西方文明 跟伊斯兰世界 属于酝酿 或者是 形成最严重的政策 在9月1事件发生 11年后 其实也就是 利比亚的政府 被推翻 一年以后 在利比亚就发生了 非常严重的 反美自卫犯 造成美国国务院 就是驻外使馆人员的 被攻击死亡 现在美国国务院 它已经发布了 全球的恐攻减击 那么这次当然也是在 提醒美国的驻外人员 当然也包括 全球队地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想说应该要 各国的治安 跟情报的机构 都应该要提高警戒 因为这样的 就像刚刚所讲 战地风火的话 这是很难预防的 有时候情资 会从四面八方都涌来 各国的情报机构 很可能是比于核心 它必须联系 国内的司法 治安 跟金钱的机构 就要严防 特别是刚刚提到 这种所谓的乌朗斯的攻击 它可能来自于一些 特定的意识形态 或者特定的重链 表面上可能针对英美国家 这个时候如果是 针对像刚刚所讲的 任何一个反经济 和社会治安的议题 或者就是对领导人 不比这个 尾巴的冲突 对一些态度的不满 或甚至是对一些 世界上主要国家 表达不满 对这个情绪的话 所以这个冲突 不要以为 跟大家距离很远 都会有影响 也谢谢博士的解析 谢谢 是的 谢谢主播 好 接下来 我们的镜头 要跟随TVBS采访团队 进入以色列首都 厄拉维夫了 那么现在在这里 是随时有警报响 不过还是有民众 集会发出诉求 其中更有民众 透过TVBS镜头 向台湾观众海话 说以色列人民 就跟台湾人民一样 是在追求自由和平 TVBS采访团队 在以色列 达拉维夫 直击哈马斯火箭来袭 铁重飞弹半空拦截 在警报声中 民众跑步逃难 广场一下就清空 再制作以色列第二大城 头顶不只有火箭飞弹 在塔拉维夫上空 在昨天傍晚的时候 我们甚至拍下了 阿帕契的直升机 来回的在市中心的上空巡逻 就算距离加萨超过70公里 以巴冲突对生活的影响 还是非常明显 这一次哈马斯攻击之后 对整个以色列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这个景色 真的非常的美 不过可以看过去 这里海滩基本上的人数 真的是寥寥无几的 而在塔拉维夫市中心 民众聚集唱歌 因为还有至少200人职 在哈马斯手上回不了家 基伯来语上面写着 就是说赶快把他们带回家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黄丝带在这个位置 有特别剪开来 主要就是发送给开车的这些民众 请他们绑在他们的这个 车子的后照镜上面 活动现场民众认为台湾和以色列 其实有个共同点 接触访问 这位以色列人还有话想说 台湾人你们好 我会说一件中文 我就要说 以色列人回家现在 谢谢 TVBS红富华刘婷婷 江湖田综合报道 往之后镜头回到台湾 立法院研究大楼传出淹水了 而且是二楼淹大水 什么状况呢 等一下连线带您去看看